美甲 就是那个 脚底按摩 跟这个美甲 这几样 现在只有美甲打进了美国 我一直在想 因为你看中国原来按摩 这个脚底按摩也没有的 文革的时候根本从来没看懂过 现在全国遍地开花 他们不是说这种 有一次哪个领导接见说有几千万 就是做脚底按摩的 全国的几千万 你想想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阶层 可是现在这三个东西 这个按摩这个东西 始终没有进入美国的时候 我都搞不懂 为什么没有人 商人去发展这样的商机 不是说他们不喜欢 西方人我有问过 他们说旅游的时候 例如说他们来东南亚 他们觉得听说脚底按摩不错 他们愿意花个钱去 但是如果你让他像我们这样 一两个礼拜 你累了就去 他们觉得这个身体 是不可以被太接近的碰到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范围的 就是你不可以跟他 太多的肢体结束 所以他觉得他付钱 让你这样做 他其实没有舒服的 他SPA到处也还是有生意 但是搞得非常贵 非常非常贵 而且我真的体会到 我弄过那个西方人的这种SPA 他就是我觉得老外的女的 这也是女的 老外的女的弄的 还真实就没东方人弄的舒服 你这个东西 你看学老师 我每次去美国 住的酒店 有时候有好的 有时候有差的 但是我每次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就说这个美国人 他倡导自我服务 就很多事 你比如说 你说咱就觉得酒店能不能运运衣服 他好像他不是说不能给你运 但是种种的不方便 都是趋向于 你应该自己运你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你自己的脚 对吧 你足底自个儿跟自个儿捏不捏不 他好像不太习惯这种别人伺候你 他整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种文化 就自己的事尽量自己做 所以你看老外连这个房子 他自己游妻房子 他花出一天的时间 他觉得这是个乐趣 甚至他自己盖房子 像咱们 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作威作福 就弄一帮奴隶 伺候着我 即便自己在外面也做奴隶 没错 正是因为自己 徐老师讲的很深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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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